Hello 歡迎收看 這條片是由OPPO自由電話和SUPER TEAM的 炭超能組聯合贊助 所以非常感謝他們 近日很多車友反映他們在買二手單車的時候 就遇到很多不快的個案 其實以下分享的不只適應單車 可能也適應生活其他物件 我們一齊看看以下三個真實個案 2,000多元絕版大行運作正常 這部車原價6,000元 立即約出來看看 喂,試完CNN那部車 不太好玩 不是呢? 駕車都借不住了 喂,他們說要運作正常嗎? 喂,要運作正常而已 我運作完美而已 Fair Interval,你老婆 Fair Interval,你老婆 CNNNOK的 你啦,我給你啦 2,0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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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帶你去看看 好嗎? 那是薯片都合我了 我真的 平時都打你了 當然是 我沒有看 這個啦 我都很明顯的朋友 如果你適合的 我給你了 2,000多元 趕著吃飯 趕著吃飯 2,000多元 算了 好,好,好 絕對數快餘 已經算了2,000多元 好,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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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為什麼沒有了一個帽子 寫不見了? 喂,師兄 前幾天跟你買一部單車 好頭好味 為什麼沒有了一個連結? 喂 喂 喂,我見你不是很滿意嗎? 夠證明了我 到時你給我扶評我怎麼辦? 蛤? 喂,你這部單車的輪子 原本是搖的 我踩一圈做得搖 你不如出來買吧 不如 你擺什麼給別人 就要拿什麼評價 我... 好,我看你 好,你快要拿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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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我快要做好 其實出來買車 就預料車靈保養 謝謝你 今天講講預防的方法 很多賣家都會用這個 這部單車不是我的 我幫朋友買的 藉口來逃避出受惡劣狀況單車所帶來的問題 要預防要到狀況惡劣的單車 除了看價錢和看圖片之外 也要看看賣家有沒有詳細的描述 例如車輪和車輪的狀況 傳動系統和煞車系統的選號等等 不可以只看一幅圖片的外觀 如果又不清楚的時候 買家也有權向賣家 發問各車輛部件的狀態 有沒有暗病等等 第二單個案 就是幾年前在旋轉拍賣網上 很盛行的幾間二手單車網店 很可能都是同一班人所為 只不過是經常改名 Lunbike ABbike Bikeshop 可能全部都是同一班人 刊登的標題 圖片都標榜那些車是九成新 二手領車 其實哪裏有這麼多九成新的二手領車 為什麼他們之前的評分可以做到這麼高 5分滿分有4.6 其實是可以偽造的 雖然要花多點時間 但是一切都是可以造假的 現在他們已經停止營運了 他們的戶口被禁止了 我就可以暢所欲言 他們解釋不面交不親身交收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是經營網店一 要節省成本 才可以做到這麼低的價錢 其實真正的原因 就是他們想你硬吃一部狀態極差 很醜樣的單車 他們會預先收你錢 很多個案都說要等很久很久很久 甚至一個月以上才會收到這部車 很多時候還會騙別人說 沒有貨啊 要你加錢啊 換另一個型號啊 這樣 好了 到樓下拿單車的時候 發現這部車是殘得不得了的 安裝就不正確的 你看這一部簡直是極品 曲柄是這樣裝的 椅子是這樣裝的 手把是向下指著地上的 我覺得是不是有心玩人呢 有些幫襯這間Lunbike買的 做收到的車是整部車都拆了 有些他留言 直接坦白說 他由對單車零認識 到現在可以把這部車拆了 再裝起來都沒問題 至於他們的圖片 為什麼會這麼漂亮呢 這部車這麼新正的呢 極有可能他們把這部車 先租出去 長期勞役他們 勞選之後才賣給你 2019年呢 我已經見過這間Lunbike的網店 那時候呢 我還沒踩爛車 因為沒有需要踩爛車 也都沒拍片 香港的受害者都幾多 我認識的呢 親身邊的已經有幾個了 由於受害人報警 尋求協助不果 所以就有幾個人 就在旋轉拍賣到 開一些戶口發文 說回他們的受害經過 以免有其他人在中招 他們都很厲害 他要起底 找到這個騙徒的 額頭的資料 但是這裡一定要打格仔 聽說他現在呢 大陸有車有樓 生活愉快的 第三個個案呢 就是我的親身經歷來的 就是拍點不拍點 講點不講點的 語言藝術的賣二手車 我看到一部二手單車的標題就是 只用兩次長放室內 650元7速大行接車 看見價錢都很合理 他也都答應會送到家樓下的 我就說 好了成交了 到手的時候發現 飛輪和鏈都全部都生了 是一滴銀色都見不到 全條是啡色那種 但是我一句遠言都沒有 因為這部車650元都挺划算的 算吧 把飛輪和鏈換了就可以了 看來他長放室內是真的 使用兩次都是真的 但是他的室內應該濕氣到很重 所以如果你在網上找二手單車的時候 你看不清楚 看不到那些全動零件的狀態 你就絕對有權要求 賣家去拍多幾張照給你看 我同時播放的影片 就有說說 如何在買二手單車的時候 簡單驗車的 好 那現在交給公園那邊的同事先 另外呢 最近發現 有個頻道挺好看的 我就幫忙宣傳一下 就是這個 三分鐘教學的頻道 雖然他的影片 不是三分鐘 但是確實 是學到很多 生活和工作上有用的東西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支持一下 那今集到這裡 多謝收看 拜拜 拜託